法案由紐約州水牛城參議員提姆肯尼迪和雪城眾議員潘密拉亨特聯合發起 法案規定 對於沒有交付罰單或沒有出庭的違規司機 不會被馬上吊銷駕照 而是採取允許分期付款 增加出庭提請次數等措施 幫助司機處理罰單問題 不過 如果不按付款計劃付款繼續拖欠的話 當局會採取民事訴訟或凍結賬戶等措施進行懲罰 對於那些索扣交通點數過多或車禍商人的違規司機不在這一法案範圍之內 仍然按法律吊銷駕照 參議員肯尼迪表示 這法案旨在幫助低收入違規司機 不會因為一時沒錢繳付罰款而失去駕照 給生活和工作帶來更多困難 據駕駛正義聯盟出具的報告 在2016年1月到2018年4月期間 紐約州共有170萬張駕照 因罰單債務問題而被吊銷 不過其中卻有75%左右的司機仍然在開車 參議員肯尼迪還表示 這法案有望本週在週一會通過 新常記者安心 紐約報導